顺着我们郭老师刚刚说的 我得补充一句 那就是你追求外边的世界没有错 你什么年纪突然萌发了 我想到外头世界看看的心也都没错 但你不能因为你想去外边的世界 就开始诋毁跟你一起过了几十年的人 他之间对你付出的恩情 咱做人要厚道 图蕾老师 你想想看在农村一个女人 二婚 找一个男人头婚 这样的大概的形式应该是 这个女人呢 因为二婚的原因 身价已经跌了 但一个男人三十岁还没有着了 媳妇肯定家庭条件不好 正如你所说 她的父母都是病卧在床 所以你们的婚姻的结合情况 都不像正常的婚姻当中 彼此那么的相爱 那么的喜欢对方 你们婚姻结合的基础是妥协 她妥协于贫穷 你妥协于二婚 所以你们才走到一起 最初彼此 因为妥协而认识到自己目前的处境 她是相安无事 都有点自卑吗 我是二婚 算了就过日子 不折腾了 好好伺候二公婆 我妈家里反正也穷 好不容易落一了媳妇 虽然是一二婚的 但是 好歹结了婚 还有了一儿子 所以最初的十九年 是相安无事 但当这十九年过了之后 你那颗喜欢折腾的心又开始了 你比如说 稳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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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三位老师